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这样印花税 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们知道关心投资和股票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在国内A股上周末发布了重磅的利好组合权 不但是宣布印花税会大幅下降 更是有机会会暂停增发新股 以及会减少大股东现在的减持速度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刺激之下 原本本周一开盘之前的市场和媒体都纷纷预测 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大涨 而且用到2008年当时是出现千股涨停的案例 来作为参考 但是在本周一上午A股开盘之后的表现 则出现了和2008年完全不同的走势 在周一开盘之后的互生两地都是出现了高开 但随后快速低走一个走势 从开盘时候上涨超过5%到收盘的时候 上涨都只有大约1% 也就是全天从高往下是总超过了4% 中间甚至还有部分板块是出现了下跌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么在这解释背后原因之前的话 我先沿用一个中国古代著名的佛家的故事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著作 叫做谭经 其中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次众人在旗杆之下遇到刮风 大风吹的旗帜在飘摇 然后有一个僧人就说是风在动 有一个僧人就说是旗在动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呢 中国的佛教禅门宗师慧能 他说到 也就是我们说的六祖谭经本身的原著的作者 他说的呢 非风动也非翻动 人者心动 意思就是 他不是风在动 也不是旗子在动 而是你的心在感应 你的心境在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话看上去很玄乎很模糊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内心的变化 可以影响其行为和判断 我们知道在2008年那个时候降低印花税 和上周宣布的降低印花税呢 同样是特大利好 但是为什么在股市上的表现是全然不同的 它背后呢 就是因为投资者人心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虽然当时呢 美国著名的雷曼兄弟还没有倒闭 但是从2007年末 开始逐渐扩散了这个金融危机呢 感觉或者说苗头已经在不断蔓延 全世界呢 已经开始感受到这次危机的规模 和潜在的破坏力 所以其实各国政府都已经开始 用自己的方式在做部分的调整 所以中国在4月份就推出了 降低印花税的特大利好 我们知道2008年当时北京还要召开奥运会 因此那个时候中国全民几乎呢 都处于是奥运最后的准备阶段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士气高涨 同时呢 那时候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 也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中国借助加入世贸的机会 利用不到10年的时间 成功的大幅提高了活力 因此呢 在那时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热情 几乎是达到了过去几十年来的新高 所以再加上这个降低印花税的利好消息 就如同呢 是你把一杯水倒入到了一锅烫油中 引来的自然就是千古的涨跌 那个时候呢 大盘上涨是超过了90% 但是时隔今日 情况和2008年就有着完全的不同 我们知道在美国美联储的加息还没有停止 全球主要国家的通胀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欧洲国家呢 则因为俄乌战争 而导致了很多的投资流失 以及增长停滞还在欧洲扩散 那么国内的部分行业 例如房地产和信托也出现了很多的暴雷 许多的出口数据 或者说过去几个月的出口贸易数据 则出现连续下滑 更重要的是呢 在过去几年 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个趋势 还是没有改变的 从一些高科技产品到一些核心的原材料 限制呢是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导致投资者缺乏信心的原因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谭经理的小故事 说到的棋子在风里飘 其实他还有下半句话没有说 就是就算是风在吹 就算棋子他自己在飘 只要你心里的心境不发生变化 那其实就没有风没有飘 同样的如果你的心里有风 那即使当天没有真正的刮风 你也能感觉到棋子在飘 我说的是不是有点玄乎呢 那么其实呢我们把它切换到股市里面 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 对于投资者或者买卖双方而言的话 他们对于股市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对于经济以及未来的信心 任何的政策利好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如果投资者有信心 那么即使没有降低印花税这样的利好 股市依然能够上涨 那么但是如果信心确实很严重 就好比像这个本周一的情况就很类似 即便是发布了重大的利好 但是市场依然是难以掩盖它的不安和担心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本周一 所以众人纷纷在开盘之后呢 是不断卖出 使得股市从开盘上涨5% 到收盘呢 是仅仅只有5% 其实啊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A股 信心的重要性 我们还可以用电动车里面 著名的特斯拉和现在的小红汽车来举例 我们知道特斯拉是目前全世界电动汽车里最流行的品牌 也是最赚钱的电动车企业 其股价呢 也因为上海超级工厂的建成 之后到最高手势翻了超过10倍 但是也因为呢 目前中国的销量疲软 以及未来在中国地区销量的担忧 而出现了在过去三个月股价的连续下跌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小鹏电动车虽然目前我们知道是国产的三强之一 目前小鹏汽车一年 依然是年年都在亏损 还没有做到盈利 就是因为它的销量不够 没有办法来抵消设计和生产成本 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临界点 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在过去一周时间里面上涨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有两大原因 一是德国大众宣布入股小鹏 同时呢 会和小鹏汽车合作在国内生产电动车 第二原因就是 小鹏和国内最大的共享汽车滴滴达成协议 未来滴滴将会使用小鹏 作为滴滴出行的标准电动车之一 所以这两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帮助了这个依然是亏损严重的小鹏汽车 在过去一两周出现了股价暴涨 所以我们知道呢 赚钱的特斯拉在过去三个月的股价是下跌了40% 但是亏钱的小鹏汽车 却在短短一周之内涨幅达到了20%左右 你说 这是风在动 还是旗在动 要我说的话呢 应该是无他为心在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 喜欢我们节目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林 下期节目再见